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短短的15天当中半个月两度穿越巴士海峡绕着台湾 解放军战机绕台 而且国军第一次三军联合士兵演练 国防部证实的确部长冯世宽第一时间进入了恒山指挥所展开的指挥 国防部在全程监控当中 我们看到日本方面似乎也有大动作 日本F15战机全面监控 险些爆发所谓的军事冲突 到底台湾面临到什么样的状况 当国防部在昨天下午1点17分在下午主动发布讯息说 那这是一个全程所掌握监控的状况 为什么这个时候是主动宣布 而且对于对方所出动这个战机群 辽若指掌张成独家带来他的解析 当然也有人怀疑的是 中国将军事将会封锁台湾吗 国防部今天说无机之谈 但是很多人也讲当中国军机在绕着台湾延续的过程当中 一度传出我方的飞弹遭到锁定 到底目前为止我们的侦测到什么样的程度 而中台的战机各自展开什么动员 马上连线给F16的飞行员 这是饶自强带来他的独家观点 事实上很多人要问你是台湾真的有能力展开一个不对称的战争吗 等一下政绩委员会告诉我们 只是您看到在这个敏感性的时刻 国安会秘书长要访问华府 吴钊燮的动作应该怎么看 当然在美国政界密集访台的同时 这些到底在传达出什么样的讯息 而我们看到川普再度对中国呛响 呛响还包括了剑指克林顿 他说如果抛弃一中政策的话 那现在很多的中国官媒也说了 武力收复台湾将先优先于所谓的和平统一 川普对中国的姿态一方面非常强硬的同时 你不难秀杰出来 中国的态度也转趋强硬了 军事外交封锁 外交是他的下一步吗 挖光你的邦交国 今天被编投书到新台湾加油 他集单线是2006年发生在苏院长 就是苏贞昌 他行前那么所展开跟台湾的邦交国查德之间的断交经验 可能会再度重演 真的吗 十年之后可能会重演这一场悲剧 重挫小硬吗 我们等一下带来独家观点 也要告诉观众朋友这样一个场面 挺同反同激烈角力 在这个礼拜六当中25万人再度上凯道来游行 又是全面在凯道动员 您看到挺同婚 但是彩虹告别约26号也见了 避免冲突 行政院说决定不提案 但是民进党今天不分区立法院 游美领说不管怎么样 12月26号就是要让婚姻平权出委员会 未来社会势必会分裂吗 小英应该怎么面对这个局势 这把火应该怎么灭火 该交由部分的动员人力进行解决吗 该交由立法院做最后的决定吗 还是应该交由全民来做决定呢 来带来关键性的观点 包括这几位来宾 第一位介绍 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 郑静文大哥来到我们心里讲 静文大哥晚安 小军各位观众大家好 继续人介绍 前雄三飞弹总工程师张成张大哥 大家好 欢迎政治评论家汪洁明 大家好 好民进党旗立法院王定律 小军大家好 欢迎政治评论家 杨世纠大哥 小军大家平安喜乐 更重要的观点 从更大的市委 更大的格局去宽带 欢迎国会观察机构总 姚立敏老师 大家晚安 观众朋友 包括了陈廷飞 以及何博文 马上加入我们讨论 也要马上连线给前F16的飞行员 饶自强 先从大现场来看起 战机戒备三分钟 待命般紧急升空 空军半个月来 第二度绕行台湾 国防部长不但亲自作证 还罕见主动发布消息 但是这举动让立法委员很不满 国防部不能状况外 一天到晚状况外 上礼拜我问说 要不要主动公布 绕岛的这些经济的状况 你们副部长还说不适合 结果呢 你们这礼拜自己公布 这理由在哪里 过去共军绕台 没见过国防部吭声 现在却肯主动 是因为时机点太敏感吗 川普跟我们蔡总统通过话以后 这个时间点有点巧合 那未来有可能一归夜一次 应该不至于 不排除 台美中三方关系奏变 同时宽不讳言 未来大陆的军事动作会更加频繁 但是对这一次大陆绕台 他全程掌握 倒是很得意 我想民众有资的权利 因为我想中共这样的作为 一定是有它的政治意涵 107年不再征兵了 希望有志的青年 能够在募兵的制度之下 一起投校军女 保卫国家 谈攻击演讯居然顺便募兵 到底是哪招啊 国防部不会演 大陆军事动作 未来只会越来越密集 国防军力势必得做好准备 那杨老师 从在那个飞比寻常动作当中 中国要传达出什么讯息 台湾看到什么 我想这个这些动作 应该不是单纯的一般的演练 因为中国主动的 也把这个讯息提出来说 日本有用干扰弹这些行为 这个双方你来我往 然后台湾也是 这一次是主动的发表讯息 这跟上一次 大概在九月份的时候 透过媒体来表达 中国的飞机曾经经过 我们的蓝语的海域外海域 那这个情况有点不太一样 那这一部分当然也是指 我觉得我很同意 国防部长刚刚所说的 这个政治上的概念是存在的 这个向国人表达 这是中国这个例行性的这个飞行 然后可是我们台湾 却有全然的掌握 所以这样子的讯息讯号表达 台海两岸现在这个局势 目前是中国是有企图心的 也就是他从去年的东海识别区 到今天为止 从来没有停止过表达 他对于南海对东海 一定程度的一个企图心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我们台湾在政治上也必须要 包括日本 日本对东海 我们对于南部地方 他必须要表达一定程度的反应的能力 也就是现在大家都在表达自己 我觉得在政治上 表达自己的这个能力跟态度 中国要不断地表达他 对于东海这一块区域 台湾外海的一个控制能力 台湾也不能示弱 要表达我们这一部分 全然的掌控跟回应的基础能力 这个其实都是属于什么 都是属于政治上 有点像各位都知道 曾经有个影片表达 我觉得那非常正确的 就是古巴危机的时候 在古巴附近的军舰 也就是禁航区的那一部分 美国所有的动作 在那个影片里面表达说 所有的军事动作 都在表达一个政治讯号 它是一个对话 互相抛讯息的一个动作 换句话说 它不是真正的军事 军事的所有动作都是政治上 在表达讯号 那你接受到这个讯号 然后双方就有下一步的政治作为 我想今天这两次的这个绕行台湾 应该也做如实的解答 是 来 讯号就是善意是恶意 你怎么看呢 郑静文大哥 当然这个强烈的讯号 其实姚老师已经讲得非常清楚 其实在军事上的讯号 我们也发现非常多 值得研究的部分 首先我们看这两次绕台 它出动的几种其实都差不多 但是小军其实这里面军事玄机很大 特别是轰6K 我们知道它可以挂寻衣飞弹 长城的反舰飞弹 算是一个这个中共空军队 近海目标时是远距离打击的 非常重要的机型 然后这个苏三是用来护卫这个轰6K 但是这两种这个电子作战飞机 或者电子这个侦察机是为什么呢 因为中共非常清楚 它不管往上走或者往下走 它沿途会经过像台湾 日本 美军 各个雷达战 各个战斗机基地相互的这个指挥管制 去拦截等等 也因此当这批飞机飞出去后 它肯定知道美军 还有航空自卫队 还有国军都会迅速做出反应 包括用雷达去做各种探测 战管进行管制 管制在空机如何接近 如何拦截 还有这些像日本的这个预警机 或者战斗机 它在空中如何导引机进行拦截 或者进行一些相互的相关的对抗 或战术作为 其实这两种电子侦察机 就是负责收集这些电子参数 通讯的状况 那作为中共未来熟悉 包括东海 台海 甚至未来还会复制在南海 做一个熟悉战争环境的重要依据 也因此我认为这两次出海只是中共空军 这个前几波出海作为一个熟悉环境的状况 它不是一个作战编组 如果作战编组 它肯定会派出像预警机进行空中管制 更掌握战区的全盘状况 而且由于这些飞机是飞在这个比较远的海域 也因此如果这些飞机油料不够怎么办 是掉到海里吗 也因此如果它是要作战的话 它势必会派出加油机 还有后续后方 还有这个进行支援的护卫 或者进行这个反应的一些预备兵力 那我们看这两次的这个巡航 其实它这些兵力相对比较少 包括预警机或者加油机都没有派出 也因此它非常清楚三方 就是美军航空支援还有我方 大概的反应怎么样 它作为这个电子侦察机 收集这些相关注意 作为未来它进一步加深这些活动 包括任务的广度啊 深度啊 战术日益复杂 作为一个重要的依据 也因此我大胆的推测 未来中共空军进入沿海 进行这些相关的训练 它的频率 而且它的战术复杂度 会越来越深化 而且它未来势必与海军 中共海军一起配合 甚至不排除与它本土的火箭军 形成一个相互配合的机制 这就用来组行它所谓的反介入作战 巨子作战 也就是在近海低岛链以外 让美军或者外来的一些军力 要介入这些冲突 它必须要考虑再三 形成一个很大的军事威者能力 所以我们说它现在展开是一个叫做反介入 是 反介入演训 对反介入作战演训相关的配合 但是它这只是初阶最早的一些铺陈 主要用意是熟悉战场环境 掌握美军航空自卫队还有台湾相关的反应和重要设备的电子参数 是 我想非常有意思 因为这是一个空前第一次所展开 国防部在10号等于在前天下午1点37分 他就破天荒选择在解放军 他的战机绕台演训结束之后 马上公布消息 而且国防部长冯世宽 他第一时间就进驻了冯山指挥所 所以恒山指挥所你可以想见的是 这个情势在恒山指挥所的氛围紧不紧张 因为马上对外说明说 这是依照经厂的战备时期的突发状况 他们来应备的 所以当时的解放军战机突破第一岛链进行 这个叫做远海长航的这种训练的同时 国防部的联想的三军联合防空机制 马上来应应 我们看到包括这个北爱国者飞弹连 还有包括IDF战机 包括了东英式飞弹连 东西南北 包括既得舰加上标准的二型防空飞弹 通通展开所有的士兵演练 这个是在传达出什么讯息 因为他说这是联想三军的联合防空机制 第一次展开所谓的士兵演练 在传达出什么 其实小军这就是国军这几年汉光演习 常常讲的联合防空作战的演练 汉光演习经常这样演练 也就是空军海军还有陆上的这些防空飞弹 如何相度搭配进行一个防空作战 事实上军方其实早已经研判 像中共这次出海 其实不只是他练拳头 练他远海的这个作战能力 最重要是传达政治军事讯息 也因此国防部同这样的兵力 其实也非常清楚他不会发动一个攻击 或者实际的军事行动 他主要是借由这样的行动吸引三方相关的反应 作为他熟悉未来这个地区的作战环境 那进行相关的作战计划 作战作为 作为日后他在这个地区进行可能复杂度更高的 一个实战化的操演 一个重要的凭据 是 来 这个样的大哥 这个态势您看到了什么 航山指挥所在这两天的氛围紧不紧张 来 您看到什么呀大哥 我想这两 这边有两位军事专家 他们可以对军事武器非常清楚的描述 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 我想刚才大家特别提到 我认为中共当然非常清楚 它不断的这样子 然来北往的 就是要测试你整个中共 中华民国空军的一个战斗机 起飞的时间 或是整个雷达预警系统 其实我必须要说 像伊兔西 从1982年的中东战争 到刚刚2011年的利比亚强人被 格达费被推翻 有一个最重要的观念 大家可能要了解 当你的空军被摧毁之后 那就不叫战争 那是屠杀 1982年 以色列就送伊兔西 跟波音707改装的电战机 把所有叙利亚的飞弹基地 和叙利亚所有空军 全部歼灭 两天之内 剩下的就是屠杀 我们再来看一看 大家最有名的 1991年 老布希任内的波斯湾战争 他先用38天的轰炸 把你当时号称 全世界第五大陆军强国的 伊拉克的所有的电战系统 全部毁掉之后 小军你相信吗 3700辆坦克 我想这两个军算量很清楚 全部被摧毁 那不是战争 那是屠杀 几十万人 被俘虏17万5千人 美军只被俘虏11亿人 为什么 当你没有空中作战能力 你的陆军就是被屠杀 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 也是一样 那现在 杨拉哥 他出动这样的阵容 从11月25号 到12月10号 通通看到 有战斗机 有轰炸机 有电子侦测机 小军 这才是一个关键 还有运输机 所以呢 因为呢 因为 足以炸毁台湾 让台湾沉沦 我觉得国防部 假设是我的话 从历史告诉我们一个事实 你可以看 这次日本很聪明 他公布的战机数目 跟我们的数目不一样 对 他不需要把牌 全部摊给你看 你知道二次大战 最有影响力的 也是电脑 之父叫做 Alan Turney 他们一个团队 几乎影响了二次大战 这个电脑之父 他们组了一个团队 破解了希特勒 当时整个情报系统 叫做Enigma 他的情报系统 就是他的密码 解密了 可是他们绝对要求 我知道他们密码 但是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后来他们团队 发生严重的冲突 就是什么 他们团队里面 有一个人 知道了 当时德军 要攻击一个船团 而他的亲人 在那个船团上 可是 当时英国的参谋本部 宁愿 我让那个船团 被德军摧毁 我要保更大的 因为如果每一次攻击 都被我锁住的话 我好不容易 破解你的密码 没有用了 所以他为了 保护这个密码 这也是战争的可怕 他宁愿吸收 牺牲小船团 所以那个时候的团队 发生严重冲突 就说 我亲人就在那个船团里面 我要救他 不能出去通知 结果 他们为了保护说 不让德军知道 我已经破解你当时 最秘密的一个的密码 我宁愿 让你打到我几个 小的轻微的 另外 小军 最近最大的新闻 这也是历史之谜 但事实上 我认为也是如此 前几天 12月7号 是 珍珠港事变 75周年 到现在 我相信两位军事专家 很清楚 到现在都有人怀疑 其实美国罗斯福已经知道 你要打了 但是我必须牺牲这些人 我牺牲这些人 我才能够名正言顺的进入二次世界大战 为什么呢 因为事后很多事情证明 就是代表 当你全部被他摊开之后 你反而一翻两正眼 你这个时候没有牌可打 你知道 1941年12月7号 珍珠港事变 美国死了2400个人 可是最重要 它保存了二次大战 一个最新的观念 就是航空母舰的重要性 远超过重形阳舰 它被集成的全部是形阳舰 可是不到半年 美军在东途岛 集成了四艘 当时日军最重要的航空母舰 是成迦赫 苍龙 飞龙 为什么 美军已经破解它密码了 也就是说 如果你能够破解它密码 你怎么会不知道 半年前它偷袭珍珠港 但是美军透过 我宁愿牺牲珍珍珠港 2400个官兵 几艘重型阳舰 那坦白讲 在二次大战重型阳舰 后来全部变成废铁 为什么 没有空军的掩护 没有航空母舰的支援 所以你认为这个动作 跟川普跟台湾最近的密切互动 逼着中国出手 有极大的关系 我认为第一个 台湾在这一方面 其实不需要把排摊出来 说我知道你几架从哪里出来 你只要告诉他 我知道你出来了 对我们毁莫如深 而川普最重要的 我觉得这里面 我们特别要想到一个观念 川普就像我所说的 他真的是一个商人 他可爱就在这个地方 他没有说 一个中国的政策 我是为了捍卫台湾被民主 被国际社会所遗弃 它很简单 一个中国政策要维护的话 你要让出利益 很明显的告诉你 你台湾就是我的筹码 你就是我的棋子 我根本不跟全世界虚情假意 也不跟中国政府虚情假意 你在哪些方面 经济贸易让步 你在哪方面 跟我妥协 台湾一个中国政策 我继续支持 我绝对不会谈说 台湾是一个被自由民主社会 所遗弃的人 但是我觉得从这里 今天的日子刚好特别巧 今天刚好是12月12号 37年的12月12号 南韩那边有一个类似 我们就看到做棋子的下场 现在南韩的四帕总统 蒲景辉的爸爸 在37年前的1979年的10月26号 被美国中央情报局 干掉他的父亲 就是金载规 当时的中央情报部部长 为什么 他们美国认为金载规 你来执行我的任务 干掉普正希 就是普景辉的爸爸 因为你当我的棋子 不听我的话 普景辉的父亲 普正希 第一个在实行民主宣言的过程当中 没有按照美国的方向 更重要的 他整个独裁的过程当中 迫害异议人士 包括金大宗 包括金永山 所以由他中央情报部部长 直接在餐厅里打死 普正希 后来就在今天 刚好37周年 美国人做梦没有想到 他安排了一个文人总统 叫崔归夏 拳斗换如太鱼 从板门线 你就知道多危险 两韩最危险的地方 这两个 一个空战司令 一个特战司令 回师 第一个逮捕他的顶头老K 叫郑申和 我们称之为双十二政变 就37年前 第二个逮捕 美国人的棋子 崔归夏 结果美国人怎么样 任命 崔归夏 本来要 我找你当总统的 发现这两个更强 结果 全斗换和卢太鱼 同意美军 以后 我们美军包括特战部队 都可以掌控 因为当时美军没有想到 在板门线 他们既然没有办法 掌控这两支部队 从板门线回来 直接逮捕他的棋子 崔归夏 和他的戒严司令 郑申和 当然后来 美军 美国人妥协了 这两个最讨厌的金氏强人 他让他当了14年总统 所以杨阳哥 你等一下 这个 老四强在台中 他对这个事情 其实有他的一个意见 来 四强你怎么看 因为我们看到 其实当时的三军准备 在整个动员的过程当中 参谋总部 都是紧急下令三军 那么准备 而且都是由战机升空 进行监控 10号更是由政府的高层 同意授权之下 第一次将战机 包括海军既得舰 这个防空网 包括攻三 防空飞弹 跟各式的预警雷达 针对解放军的战机 展开了三军联合的防空 使兵演练了 来 所以呢 其实权威人士告诉我们 这一次他们首度所动用到 是三军联合的 使兵演练方式 来因应解放军的战机 绕台演训了 来 自强你看到了什么 好 就实际面来讲 是 早期我们知道 在一二十年前 这个共军 正常来讲 他们的飞行 都是不出他的海岸线 因为呢 如果出了海岸线 到了海峡中线 那很快就可以 进到我们的防空识别区 所以我们都有一个默契 就是让他沿着海岸线飞行 不准他们出海 但是自从九七年之后呢 陆陆续续 共军的战机 就间接地进到我们的台海中线 或者在我们的北端 或者是南端 或者是脱离我们的ABIZ 这个防空识别区 往我们大远的这个地方绕行 绕到我们东岸 然后在北回到这个大陆去落地 这个状况并不是那么的多见 但是我们知道 现在的环境跟以前 跟它的武力是不一样的 就这个实际面来讲的话 现在的武器都是长城的武器 跟以前早期不一样 所以在这个整个接战的这个范围 跟整个接战的模式 也大大的不同 我老实讲 真正的实际面来说 其实就空军是接第一站的 空军是很辛苦 但是基本上空军的所有的作为 基本上外面一般的人 你完全没有办法去掌握跟了解 只有最高的统帅 比方说我们的蔡总统 或者是国防部长 或者是参谋组长或各军区的司令 或指挥官 才能够根据当时真正的情况下达指令 来做处置 那以我本身是飞行员来讲 其实飞行员是非常的辛苦 当遭遇到任何的紧急的状况 我们都必须要最快的速度去支援 比方说我们在整个台湾的巴士海峡 在北中南区块 还有在东北 在东南 甚至在东边 都有所谓的训练的空域 基本上的训练空域呢 就是在正常的白天 或者是晚上情况 都有在空的飞机 做飞行的训练 是 兼着做防卫台湾的工作 如果今天有任何的蠢动 或任何的不正常情况 空军的第一线 就会在任何的训练阶段 终止他的这个训练 会接受到很多的指令 直接飞到该有的目的地 或者是跟我们的有机座结合 去执行任何的任务 这个任务 本身我就经历过非常多次 是 来 所以 自强我想请教 自强 你跟中国的战机 是上林对峙过的 所以当我们看到 这是从11月25号开始 一直到12月10号 等于是中国的战机 这个战机的规模里头 你看包括了 当时11月25号 有两架 轰6K长城轰炸机 包括这里头 又有电子作战的侦察机 那又包括有运输机 从11月25号这个阵容 飞上了在这个日本的 宫古海峡上空集结之后 共同又返回了中国 那么无独有尔 在12月10号就在前天 这样一个阵容的军机 数目更多了 而且范围更广了 这一回在前天是十几 十几架的战机 他们同时穿越巴士海峡 绕行台湾的南部的防空 识别区外 我们国军说 全程在掩命掌控 从这样一个不寻常 因为这是破天荒第一次 这么多的战机 这样的一个阵容 绕行在台湾的上空 您觉得您看到了什么 这是一个所谓的立体 所谓的准 所谓的演练的一个作战的经过吗 这个状况是比较不寻常 正常以我们以前 在飞行的经验来讲的话 如果今天在载空机 在执行任务 如果你遭遇到 共军有敌意的飞机 或者是近距离 那就非同小可 所以我们绝对是保持一个 不挑衅 不升高士端 也不制造这个争端的模式下 来监控 那这个的监控权 是绝对由地面的这个指挥部队 来直接联系 所以简单讲 一般的战斗机会学员 是比较少有机会 跟我们的敌机 跟共军做对峙的状况 那有几种可能 就是刚刚小金姐讲的 就是说 当这个情况比较危急 或者是紧张 地面会增加资源 而且会给我们很多的指令 让我们在空机 跟我们接续要资源的飞机 都会依序地赶到 我们该有的地方 去伴随这个不明机 或者是有危险的飞机 让它离开 或者是不要让它造成困扰 或者是威胁 这个是我们一般 在天上常常做的 那除了再攻击的转 转去做资源用之外 我们地面各基地 都有相关的这个 不同这个状况的 待命的飞机 在警戒室 我们有所谓三分钟的待命 有十五分钟的待命 这些飞机 都会在接到指令之后 会持续的紧急起飞 我们讲的scramble 到天上去做会合 来确保我们领空的安全 当然我刚刚讲的重点 其实飞行员很辛苦 是默默地 在为防护台湾 做准备的一群 我们是不可以 增加任何的困扰 或者是增加任何的事端 或者是纷争 或者是有模拟两可的地带 绝对不会有 所以一旦没有任何的指令 没有任何的威胁 我们是不可以 去轻易地挑衅 只能在我们 限制的范围内 伴随着不明的飞机 去离开这个区域 我方不轻举妄动 但是中国已经动了 我想请教自强 以你的实战经验 以你的专业 中国就像大动作 这是破天荒 第一次绕行在我们的上空 它在传达出什么样的讯息呢 然后自强 好 我就空军的角度来讲 如果今天这个战机 战机群 经常会飞越我们的 防空识别区外面 当然它不可能侵犯到 我们的防空识别区 对 我们也不容许 有不明或有敌意机 进入到我们的领空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ADIZ 那如果是这个情况 是不是有可能 就像例行的巡航一样 比方说我们在我们的领空周边 每天都要不同的时段 做巡逻的任务 表示什么意义 表示这个是我们家的土地 我们家的领土 当然如果今天如果有任何的敌意的飞机 来到我们的这个领空的外围 持续的化缘 是不是有可能意外的告诉台湾人 或者是告诉的这个美国日本 这个范围 是不是我例行可以巡逻的范围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事实是不对的 这个是我们的防空识别区的外围 我们也不容许有长期或者是持续性 这一种的动作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ADIZ的外围 随时只要它转向 只要它有敌意 会有很辛苦的一场战争 来 你听讲那个关键了 来 我想起来聊自强 会牵动到失误 它现在是在公海 没有进入防空识别区 从现在公海 它所航行的位置 进入整个航空识别区要几分钟 多久时间 因你所了解 基本上来讲 以现在F-16或者是相关的 这个迁极机的这一种飞行的速度 极有可能转向之后 几分钟之内 我讲的五到十分钟之内 就可能会对我们台湾本土 造成相当大的威胁 你说共军 共军从公海进入防空识别区 只要几分钟的时间 五分钟之内 马上进入防空识别区 对不对 对台湾的国安 马上造成非常大的冲击 那现在飞机 对 它的武器就可以很快地 对台湾本土造成威胁 我们先来看一下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行动里头 我们以为台美之间的紧密关系 在经过了川菜的通话之后 经过了叶旺归不断来台湾之后 甚至我们的国安会密集团 吴钊燮据说最近也要赴美 据说在美方也有国安的层级 要来到台湾 以为台美关系的紧密关系 就此可以向上去提升 可是好像变数还非常非常多 尤其是美国在政党轮替之前 1月20号 当川普还没有走马上任 中国这个大动作 到底在传达什么 来继续我们来看VCR 包括了王定宇 在我们现场当中除了姚立民老师 杨石秋 王定宇 还有汪杰明 以及前雄三飞弹总工程师 那么张成来到我们现场 还有呢 这个非常权威的总编辑 郑继闻 以及刚刚连线到前F16的飞官 他是饶四想 继续来看大现场 各位继续做补充 调明之说很明白一种政策 却同时搬出和中国的贸易谈判 川普日前接受福斯新闻网访问 透露更多与蔡英文热线10分钟的内容 我并不想中国向我指导 这是一个电话 我并没有打电话 这是一个短短的电话 说恭喜你 这是一个很棒的电话 陈欣和小英的通话 是几个小时前才搭上线 不是外界所传的几个星期 川普在访问中大半时间 都在批评中国大陆 我们在中国的贸易谈判 我们在阁流下蛇没钱 我们在中国在大陆的关系 在美国中最吋量 一向不按牌理出牌的川普 再次打破中美间 将近40年的外交惯例 甚至呛吓为何得受 一中政策约束 虽然被部分学者批评 根本是外交门外汉 但也有人乐观看待 认为可能就此打破外交僵局 对目前的中美关系 是一个突破 但川普也同时释出讯息 以两岸敏感议题 作为中美谈判的一枚筹码 意图让中国在多项政策上 做出让步 选前就对中国很感冒的川普 商人头脑地义挂帅 如今还没正式上任 却已经在中美台之间 大玩博弈游戏 中国官媒回应 一个中国政策不能买卖 更反向美国需要准备 抽足的弹药 陪川普做一轮中美关系的 运销飞车 北京也试图做一些反应 来展现他的脂肪 就是秀他的肌肉 让对方可以知道 他某种程度上也有所坚持 千万不要沾沾自行 也不要认为说 台美关系从此走上欲过天青 所谓一中政策代表 台湾是可能放在交易平台上 作为筹码的交换 好 这是在台湾 在中美即将可能开启 不管是军事 不管是外交 甚至经贸大战当中 台湾极有可能 沦为另外一个棋子吗 来 王定远看这个发展怎么看 我们先把客观的事实先描述 他们这个叫做远海 长航训练 那这个远海长航训练呢 从2013年 中共解放军就开始调整 他也写在中国的解放军的白皮书 要改变他们过去重陆军 清海空的政策 要做海上强权国家的崛起 这是中国解放军的一个战略思维 所以这件事情 跟政党民地有没有关系 我坦白讲 关系不大 跟川普跟小英通电话 关系大不大 没那么直接 也许会有 有一点催化作用 但是因为这一个训练 就我们知道 现在目前看到的讯息 去年就有四次 我们只是不了解 马政府那个时候都不讲 去年就有四次 今年四次分别是在 912 925 11月25跟12月10号 那以往他们的飞行的路径 都是从北出北回 北边飞出来之后 大概到台湾的东北角的这个位置 那到这个位置之后呢 日本 日本跟美国 还有美国关岛这边 他们就会有紧张 台湾的东北角 宜兰这边就会有紧张 南边呢 从巴士海峡 就南出南回 而最近这两次比较特别是 第一次是 11月25号那一次 是从南边编组往北飞 巴士海峡 宫古海峡 再往北飞到东海这边 回到中国去 就是南出北回 然后同样 其实是同一群飞机 同一群编组 又从 就隔了近两个礼拜以后 从北边飞出来 往南飞回来 所以这个飞的边训方式 比较特别是 有两架轰6K 轰6K如果搭配 长舰10型 长舰10型可以飞1500公里 长舰20型是飞2500公里 那我们知道关岛的美军 我们台湾海线武器放在关岛 关岛的美军距离中国是2500公里 所以他们所谓的远航飞出来 突出第一岛链到西太平洋 1000公里的地方 也就这是轰6K 长舰10型 可以打到关岛的位置 所以他的战略意义在这个地方 而打得到关岛 对台湾有没有影响 当然有影响 这是第一个事情 第二个 他们这个编组的状况 他们飞出来的时候 他为什么可以突破第一岛链 这个就是中国的军力在提升 确实在提升 刚才老子想讲 以前他们都沿着边界飞而已 他根本不是不敢飞到中线 我们也不要跟他比勇敢 他的能力飞不出来 可他现在你想想看 他能够编队 这两架轰炸机其实是从湖南起飞的 湖南的莱洋 它是莱洋的战轰第八师 飞出来的轰6K 而轰6K从来飞起来之后 再从广东飞两架电针机 一架是运八的 一架是图154 飞起来汇合 然后另外的两架 就是苏凯30半飞 可他战斗机的飞行半径没那么长 所以飞到巴斯海峡就飞回去了 剩下这几台 平常讲如果要打仗的话 这几台就变战斗机的火把子 所以这个飞本身的训练意义不大 战略意义比较大 开始往北飞 经过公鼓之后 往北飞之后呢 北边又飞出来两台 苏凯30又接回去 我用这台解释就是为什么日本说六架 我们会有十几架 其实南边这边有半飞机 就伴随飞的战斗机 所以在我们注意这个趋势的时候 第一个 我们台湾的国防当然是靠我们自己 我们绝对没有靠任何其他国家 可是周边的日本跟美国 相对在我们战略地位上 是我们可能的帮手 所以当他的... 方天宇在这个事件当中 美方的反应跟日方的反应是什么 我今天问了国防 日方所谓险些跟这个中国的战机 发生冲突 他们释放的干扰弹 可是又说不是像中方所说的算 那事实面是什么 小军我就可以讲的部分来说 因为国防最近还是有些不能说的 我们的恒山指挥所 就是一个大眼睛 全部附近都看得到 所以日方不止这一次 之前还有日本的F-15 跟他们的半飞机在摇尾巴 就卡位置 是 然后呢 这一次是放干扰弹是一个态度说 我已经知道你的 你是一个威胁的意图 我们要打你 干扰弹其实是一个防卫动作 可是啪啪啪打出去的时候 那个其实是一个态势 就是告诉你 我日本有准备好 我今天特别问国防部长说 那我们有没有看到美军在做什么 日本有准备好 那我们相对呢 我们也准备好 我们也准备好 美军有没有动作 你知道吗 在这个地方 加首纳空军基地是美军的 关岛是美军在这边的一个核心 枢纽 你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看到日军的动作 所以我们问了 美军有没有动作 我们的部长说 不能讲 有 但是不能讲 美军动作是自己独立的 而台湾在这个区域里面的情报共享 有没有 是 不能讲 那我们台湾自己做了什么 事实上 它沿着我们的ADIZ 就是防空四跌区在飞 今天我们知道一个比较确实的事情 这几年 2013年到现在为止 大家听清楚 事实上 解放军的战机是有切进来过 对 他切进来过 为什么马政权完全 都不讲 没有 他等于是为了跟人家做好朋友 把别人敌一眼下起来 共军国军都是中国军 这些退将还到中国去叶兵 还去听讯 那简直去投共 像这种将领 这些国军在此刻面对这个场景 为何而在 小军 如果在这么危险的过程当中 又有人去怀疑 军心换散的结果 里应外合 你觉得2350万民众 至于什么样的一个处境 我们退休的将领2994个 那种没出息的 跟中国获在一个将领 二三十个 可恶 但是你知道 那个时候 为了营造跟中国很友好 当马英九说 我们跟中国关系 是史上最好的时候 我告诉你 2013年他们就这样飞 还切进来 可是切进来的时候 我们的空军 从几个基地飞起来的 是有把它驱赶出去 我们是有驱赶的动作 我们地面上不管是天宫 不管是爱国者 该做的动作都有做 所以这一次 这一次的飞行 它有把它离开 ADIZ边界远一点点 它是有离开远一点点 所以我们必须要 很诚实地面对这个状况 就是中国的远航 打击的战力提升 它已经可以让我们一圈了 所以我们有可能 会被封锁包围 这是有可能 我们要突破这个封锁包围 要付出一些代价 所以台湾面对 这种共挤的状况 所谓的准封锁军事状况 其实我们就是面对到的威胁 它是一个威胁 所以我们有一些准则 那这些准则呢 我们今天把这些准则 都看了一遍 这准则从最高升高 到国安会要开 最低层次就是演训 再拉高提高战备 它有一个准则 我们现在准则 大概还在最低级 因为我刚才讲 它的半飞机一撤掉 那几台飞过去 那个威胁性不是那么大 它是一个战略的态度 在这战略态度下 对台湾的心理的影响 跟可能潜在包围的态势 那个影响比较大 来 姚老师 怎么看目前 因应这样的一个状况 因为看起来 我不知道 国安团队 有没有洞悉这个状况 包括你知道 这是军事一个层面 那今天费编投书 到新台湾加油当中 他特别传达 小英即将要出访 因为我为什么说 我不是说跟川普 在美国政党轮替 有直接的关系 而是说刚好川普 对于一中政策 他直接挑明的 一中政策 这是一个骗局 那直接呛中国的同时 一般也认为说 你共军史无前例 这么大阵仗 其实瞄准的 未必是台湾 但是威胁是台湾 可能面对是美国跟日本 但是这个态势当中 川普还没有走马上任 小英又要出访 外交方面的挖光 所谓的邦交 会不会相信之下 重演2006年 查德的断交事件 那杨老师怎么看 这个开始 看上这一部分 我们必须要拉高范围来看 就像最近 川普直接了当 谈到拿一种政策 作为筹码 来跟中国来谈判 国内有许多 其实我认为是误导的评论 许多人认为 一中政策 如果拿来做筹码 有一天会把台湾 也当筹码出卖 各位要晓得 一中政策 就是就算不成为 谈判的主体 今天中华民国 一直处在 一中政策之下 没有任何的改变 数十年 台湾都受 一中政策的束缚 一中政策再怎么谈 谈回到 一中政策被川普接受 也不过就是现状的位置 可是却有人 这样子来接续的 今天中国军队的 这个绕行台湾 拿来解读 有两个错误 很直接了当的讲 第一个 暗示台湾 不知祸知将至 我看到媒体 有这样子的报道跟评论 认为飞机这样子 绕一绕以后 就用这样子的名词 来形容台湾 是处在青蛙 煮沸水的那个概念上 事实上这一种评论 我个人觉得 完全类似 选前选后 出现的地动山摇 这几个字 几乎类似 传达中共根本 客观形式上 不具备的内容 或者刻意扩大 它的目的是要影响台湾民心 或者影响政治作为 诉求 不关键九恶共识 我一个中国等等 同样的道理 今天不断地去传递一个讯息 说中国要尝试从台湾 去突破一个岛链 第一个岛链 等等这种概念 完全一样的 包括你刚才所问的 是不是外交烽火连天 会马上要面临 像这样子类似的 这样子的概念 在呼应 中国有一些极端的媒体 提出来秒杀台湾 这一点张成兄啊 纪文兄应该都非常清楚 其实所谓秒杀台湾的 这样子的概念 就是在政治上 来压制台湾 任何自己主体的思考 或者政治的诉求 好 今天我们看到 这是一个重量级的立法委员 他在立法院 在立法外交国防委员会当中 也问到了 如果供机 这个时候呢 故障要求迫降 他问到了国防部长冯世宽 假设这个中国的军机 做这种远洋的训练 它绕过台湾的东部 不论是往北飞或南飞 这过程当中 都没有相关的军事设施 或岛屿 最近的岛屿就是台湾 如果假设他发生中国的军舰 军机啊 在推动这个演练过程当中 如果有发生机械故障 他要求迫降的话 向台湾申请的话 那我们会拒绝还是人道救援 还是就把它挤落算了 还是怎么样 我们在三个月底 曾经在我们的太平岛 做一个人道救援的 一个操演演练 招式于周边的国家 我想假如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既然两方还没有发生 战争的行为 没错 我们应该以人道救援的心理 来接纳 并且希望他尽速地 能够修复完了以后离开 来 前穹三飞弹总工程师 张成大哥 您看到了什么 您为什么认为 说目前共军在短短半个月当中 绕台两度 你觉得这个震撼 其实远远超过 上次穹三飞弹的物色事件 为什么你这么认为 好 我想我先说明一下 在这一次这个事件过程中 国军的表现 还有在从共军 他们出现的战斗 那个机群 来做个分析 我们先看这次共军 按照国防部所发布的新闻 在动久动动 就早上九点钟的时候 中共的飞机 被我们掌握 开始出来 出了那个公国海峡 那接着呢 在131动 就下午1点10分的时候 那个整个演讯结束 那国防部在131拐 就是在1点17分 就发布这个讯息 七分钟的时间 我想讲的是什么呢 在这国防部在发布的时候 刚刚维云有提到说 我们看到空拍那个照片 那个非常清楚 之外我想提一个 很重要的事情 在这场攻防战里面 这场攻防战里面 我们两边在做什么 共军 像刚刚我们靳远老师讲的 在做所谓的战场经营 什么叫战场经营 我们看他现在 派出来的飞机 战场经营有两种经营 一种是人员的经营 人员在这个战场上 要熟悉 比如说远海飞行 人员要做熟悉 第二个是战场上面的资讯 所以他们这次派了 很多的电针机 这个是个重点电针机 有轰炸机 有电针机 还有运输机 你认为电针机非比寻常 轰炸机的部分 运输机的部分 基本上他们是带了 长城投射武器 想在第二岛链 就下张图 就第二岛链 他们这次想突破 第一岛链之后 接着他的目标在第二岛链 想在对美国来讲 第二岛链产生一个威胁 反过来对我们来讲的话 对我们来讲的话 就是在我们的范围 他也对我们产生一些震惑 那我特别要讲电针机的部分 是这个原因 电针机的目的是在做 电子参数的收集 电子参数的收集 是 我们看一下画面 电针机的画面 对 在做电子参数的收集 电子参数的收集 的作用是做什么呢 我举个例来讲 如果我们这次雷达全开 如果我们雷达全开 他们就全部收集 我们的电子了 频率就好了 所有频率通通收集好了 那将来真的要 真的要他要经营 这个战场开始作战的时候 他就派干扰机来 干扰我们这个频段 那我们就全部完蛋了 所以说他派电针机来 刚刚讲说熟悉战场 这是他一个功用 可是我反过来 让自己进入一个准战争状态 我怎么去收集 你的相关的雷达资讯 对 反过来看我们的状况 那我们看那张电针机的图 就看我们的状况 我们的部分呢 我们怎么样在这个环境下 做一些反制 我想从情报战来看 情报战来看 情报战就是一种 不对称战争的软杀 软体对软体的一个对峙 那我们从这支国防部 最后他们结束后 七分钟马上发布新闻 说有哪一些飞机 经过什么时间 在什么航道 怎么样怎么等等等等的 这样发布出来 强调国防部全程监控 你出什么战机出现在哪里 经过什么海域 它比照日本 日本把它整个战机的路线 包括战机的名称 也非常巨细迷地公布 国防部更做得非常彻底 对 这件事情在我来看 当然我们后来有派 所谓的在空机去拍照 这是一个作为 我来这边讲一下 我们在做电子侦测的时候 大概有三个部分在做 第一个部分讯号分析 什么叫讯号分析 我的雷达收到你的回波之后 我在雷达里面就马上判别 这是什么飞机 这是第一段 这段不容易 这是很先进的技术 第二段叫做资料分析 我把你航机收集起来了 比如说你是这种的飞行姿态 你是这种的爬升速力 你是这种的速度等等的资料 我来分析你是什么飞机 第三个就是在空机去照相 你到底是谁 以我了解我们的国军的战力 国军的战力 我们在这个以前 就是在资料分析前 我们做得非常好 在这一次 这一次国防部在这么短的时间 就公布这么完整的一份资料 事实上我们比日本还先 在我来看 它所代表的意义 我刚刚提到一件事情 国防部绝对不可能在这一次 把我们所有的雷达通通打开来 绝对不可能做这件事 在我们开部分雷达 打开部分我们电子作战的动作之下 我们把对方的机型跟任务 分析得这么清楚 我为什么会说 他不输那是雄山物色 所展现的国军实力 从我这个专家来看 我真的想帮他拍手又拍拍手 因为在这么短的时间 这么少的资讯 我们可以把共军的机型 动作全部掌握得清清楚楚 在我们一场战争打起来 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叫做战场管理 战场管理有四个元素 第一个元素叫征收 第二个元素叫资源分配 第三个元素叫接战 第四个元素叫做战果评估 虽然练起来好像有秩序性 但是那四个东西同时在运作 同时就是征收 资源分配 接战到战果分析 它是同时在运作的 那在这一次的整个过程中 我们的征收能力的强大 它的不输于当初雄山的精准 我们在这四个东西 因为中国已经首度派出 电子征收机来到台湾了 所以相对我们要展现 我们的搜集的能力 可是当我们锁定的同时 会不会我们的参数也同步曝光 有没有这样的危机 这一点 因为我在国防部待过 我在横山指挥所也待过 刚刚丁宇兄也提到 我们议委也提到 我们等级现在没提到那么高 我们现在在以我所知道的 现在还在最低的等级 就是在所谓的 所谓什么等级 就是平常战备的等级 现在在这种等级来做 虽然刚刚我们提到说 我们启动的所谓联翔操演 联翔操演什么呢 基本上就是防空空军海军 跟所谓的飞弹部队 联合起来做个防空作战 这是个联翔操演 那联翔操演也有等级的 有等级的 那以现在资讯来看 以现在的反应来看 我们还在最低等级的 在做联翔操演 那我想称赞国防部的就是说 在这么个状况之下 还可以把资讯分析得这么清楚 我们的军力真的很强 非常的强 那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我刚才讲到在战场管理的时候 有四个东西 第一个征收 征收不谈 没做好全部就不要谈了 第二个叫资源分配 第三个叫做接战 第三个叫做战果分析 那这次有启动联翔操演 那在报道上讲说 是第一次的士兵联翔操演 真的是士兵 因为第一次真的有共军出现 对 以前都是自己演共军 这第一次有 你怎么了解 恒山指挥所应该 这个氛围是紧张的吧 应该是这样讲 在我的经验中 他会把灯换成红色的 就是我们看电影 状态不同 状态不同 那以我的认知 当然我们彭部长见到 彭部长见到 恒山指挥所做作证 这是一个负责的政治人物 该做的动作 但以我来看的话 以我来看 他是有提升等级 但是还没有到很严重的状态 还没有到很严重的状态 但是这个地方我顺着张成大哥 我请叫纪文大哥 从刚刚这个饶四强也特别提到 这个就是摆明的 中国青门踏户战地盘 台湾就是我的 我可以像走厨房一样 国防部也说 未来我们要去面对常态化 就是说它的战机 价数已经变这么多了 而且是轰炸机 运输机 包括电子 电阵机也通通都来了 那刚刚这个张成大哥特别提到说 等于是说 中国等于进入一个准战争状态 那我们呢 我们也全面备战 问题是台湾有能力 打一场不对称的战争吗 来 纪文大哥 这个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先再回顾一下 这次这个整个事件 其实我们从很有趣的发现 一些这个军事上 又透露一些端倪 当然刚才王伟权也有讲 其实经过我们东岸的时候 解放军空军的这个重型战斗机 是没有办法进行 这个密切的这个半户的 事实上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解放军的空中加油机数量不够 如果他数量够 他绝对会有半户机 全程这个半户 以保障他们安全 但是我们接着再看看 自卫队和解放军空军发射这种什么 不只以前的这种挑衅的动作 或者这种发射干扰弹 我认为发射干扰弹这个事件本身 其实是这次整个事件 另外一个值得推敲的 因为战机发射干扰弹的状况 通常是指 可能相互之间有一些战术动作 比如互相锁定对方 互相做一些机动 这个状况 飞机是非常耗油的 也使如果这种战术动作做多了 这飞机可能没有足够的油料 能够回来 针对这一点 我认为解放军 大概已经有完整的复案 那没有发生过 所以之前 这个像王伟 以前这个兰捷 EP3 这种突发事件 坠落海 坠落南海这个事件 没有再重复发生 也许我们必须说 解放军赶出海 陈如我们很多国防官员 其实私下有透露 他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 他才赶出海 包括飞机的油料 还有如果发生事故 怎么样去备源 怎么样去解救 他海空的兵力应该都准备好 但是对我们来讲 面对解放军这样的威胁 不只是台海当面 未来全程包围 我们要怎么因应 我认为国防部未来发展 所谓的创新不对称作战 这种思维 我们更应该针对这一点 积极寻求突破 是 因为就我们目前建军来看 我认为还是传统式的 对抗式的这个建军 对抗式的这个对抗 也因此我们未来 是不是要发展一些 可能比较低价 可能又有效的防御性武器 比如说有人就说 像这种EMP之类的武器 就电池脉冲弹 这非核的电池脉冲弹 或者高精准的这个打击武器 这种投资比较少 单价相对比较低廉 其实这类制电池拳的武器 或者远程攻击武器 是我们寻求在两岸目前军事 态势如何进行突围 必须要好好想的一些建军 未来发展的方针 对于这一点的话 我认为国防部可能在这个不对称 和创新这个部分 可能要更发挥自己的巧思 进行前瞻性的建军规划 非常谢谢继闻大哥所带出的观点 所以这个张成总共的事 如果是这样 大家会思索的是 你共军要挑衅了 我们东部的空防的部分 我们到底部署 比如说所谓攻二攻三 那个军机等于是说 王定宇已经讲 从去年来 去年三月来 多次就在西太平洋的空城 进行这种远海作战飞行的训练 而且11月份到现在 已经有两次 绕着台湾的周边在飞行的 所以我们的防空能力 攻二攻三 我们真的有做好部署吗 所以我们的防空能力 攻二攻三 我们真的有做好部署吗 好 在我先顺着您的提问回答 在我所了解的那个国军的部署 天空飞弹部署呢 在东海岸即将要部署了 即将要部署 东西就是点防御 就是城市防御反而比较好做 那我是用这点来 是 先帮我们解说一下 好 所以在我们东海岸的时候 就是将来这攻二攻三 在这东海岸都会部署 这个是我们的热山雷达 其实我刚刚有看了一张图 还蛮好的 就是这是共军出来的路线 我们的热山雷达的涵盖范围 部分并不多 可是我们却全程掌握到 共军的动向 这个中间一定有一个 很重要的因素 是我们的既得舰有出海 既得舰有出海 既得舰上面的防空雷达 有做监控 既得舰是一个很大型的金舰 它要很快速的航行到一个地方 不是那么容易 表示整个国防部 在对保卫台湾这件事情上 是做了很神秘的规划 回过头来讲到 刚刚讲到说 除了宫二宫三之外 我继续靖文大哥讲的 部分就是电子战的部分 电子脉冲弹 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我举个例来讲 当伊拉克战争的时候 美军就使用电子脉冲弹 它打下来之后 可以让我们这边 所有的3C设备 大概10分钟之内全部失效 我们所有的手机雷达 全部失效 那这次中共的电针机 电针机 它还收集我们雷达参数 反过来想 他们也可能会用这种东西来反制我们 但是我们中科院早就在投资 所谓的电子脉冲站 中科院一个很大的计划系统 专门做电子战的系统 那我也支持那个 纪文大哥的看法 就是说在不对称战争的构想下 就是所谓的卵杀 是 我们不一定要每样东西都硬的跟你来 像上次有提到一件事情 中共很多人上千架歼6机 改装成无人机 对 做了两种用途 是 关于这件事情呢 如果我们可以充分的发挥 电子脉冲弹的功能 EMP 这功能 其实那个不是问题 因为无人机有两个重要的特质 一个是飞机本身 另外一个就是遥控 遥控又有两件事 第一个是驾驶 第二个是通讯 通讯失效的时候呢 无人机是没有用的 好 观众朋友持续回到我们现场 包括了何博文加住我们的讨论 以及前熊三飞弹总工程师张成大哥 持续在我们的现场 政治评论家还有汪洁明 以及王定宇带来立法院的最新消息 包括了政治评论家杨时秋 还有立法委员陈廷飞加入我们讨论 日本的战机在这一次共军再度 那么绕行台湾的过程当中 真的有发射干扰弹吗 防卫省说中国指控的并非事实 但是中国军机绕台演训 日本把路线包括机型通通都曝光了 台湾到底面临到什么的状况 而军机飞越第一岛链 可以对美军反介入 国防部在昨天主动 所释放出的讯息当中 到底传达出什么 中国将台湾军事封锁吗 国防部认为这是无机之谈 我们来看的最新画面 到底还一度传出我方的飞弹遭锁定 我们掌握了多少讯息 中台战机各自展开什么样的动员 同时关键性的画面 要告诉观众朋友的是 当吴钊燮也要赴美赴华府了 美国重量级官员也即将要来台湾了 中国的官媒说武力收复台湾 将先与和平统一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势 川普对中国态度强硬 中国也持续转硬吗 汪洁明带来他的分析 费编今天的投书似乎在警告 十年前 苏贞昌他在行前之前 所谓的查德跟中国建交 跟台湾断交的经验 恐怕会再度重演重挫小鹰 是这样子吗 来持续来看我们大现场 中国一场对台立体演训作战 是不是已经全面启动 蔡英文总统在12月2号 跟美国总统当选川普进行电话会谈 让国人惊喜又惊讶 在政治昂扬兴奋的同时 中国却对台湾释放出一连串讯息 俨然立体式的警告灯不断闪烁 川菜电话8天之后 也就是12月10号 解放军出动 十几架各型军机 环绕台湾周边空域 进行远海作战飞行训练 不到24小时 中国海警局三艘船又驶入 钓鱼台北北西方领海 停留一个小时又40分 这是美中两国角力的巧合 还是中国对台湾的威胁回应 如果台湾是草地 美国跟中国可以说 这片草地上的两头大象 不管良相交好或交恶 台湾显然被推上了台面 对台湾来说 川普的一通电话 到底为台湾带来什么 是重返国际舞台的转机 还是更多的危机 川菜热线之后 第一时间曾经投诉到 新台湾加油提醒蔡英文总统 1995年6月 李前总统成功的抗乃尔之行 接下来是台海飞弹危机 他还说 2003年的10月到11月 陈前总统过去纽约访问 并发表演说的突破之旅 接着是不温会 共管台湾 美国总统大选期间 几乎每个候选都会大声批评中国 等到当选就职之后 慢慢地跟北京的关系有所改善 或者在国际秩序地维护需要 中国合作时 基于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 台湾往往就被忽略 甚至牺牲了 一场中美大政开打 台湾在国人意外声中 被动的要上国际的关键性角色 全国带头炮轰中国 国际舆论替台湾发声 甚至高分被炮轰 美国一中政策根本是骗局时 台湾仿佛获得政治兴奋剂 问题是我们怎么吞下去 现实面是并非川普一通电话 或者是叶文辉来台走一遭 就有实质的正面改变 反而是中国的步步进兵 这个威胁有人直言 比1996年台海飞弹危机更严重 国防破歉 副部长林中斌真的太乐观了吗 有没有可能会擦枪走过 放一百个星不会 随便裁量走火升高 全世界毁灭很多次 你要吗 不可能的了吗 但2350万人的共同疑问是 中国将破天荒的挑衅行为 到底在测试上 国防部从1125共军第一次绕台之后 被动证实到今天面对中国军机 半个月之内两度绕台一周 再次穿越我巴士海峡 国防部这一回主动公布军机 还台并且强调全程监控 未来还会主动公布 台湾到底面临什么状况 这日子恒山指挥所 到底处在什么样的紧急状态 权威人士分析 川普的大战略 自始至终就是瞄准中国 台湾被拉进这一场中美大战 蔡一咖 被逼得中国先对台湾下手 表面不出言恐吓 虽未见过去朱镕基无疑的言论 但是他缺毁却以行动传达给台湾 待机打掉了 蔡英文总统不希望擦枪走火 但是中国这个土匪摆明了 我的真面目就是步步进逼 让你窒息 官团队李大伟 官会秘书长吴钊燮等人 洞悉这一切吗 从空中取得制空权 从海上来封锁 人民想问的是 台湾现在到底有没有能力 来应付这一场不对称的战争 台湾已不变应万变 可是中共军机半个月内 两度穿越我巴士海峡 当我们消极在维持现状时 台湾主权却天天被改变的危机 国防部传达共军绕台常态化 川普想改变中国霸权状态 中国也想改变现状 台湾现阶段真的能够再以 以不变应万变的应付一切吗 当中国战机绕行台湾延续成常态 最后的角度思考 台湾真的面临了准封锁状态吗 中国还会怎么出手 我们的独家消息 军事步步威胁之外 从空中海上一场立体战争 儼然以台湾为目标展开 我们的侦测系统到底做到什么程度 攸关中台军事冲突会怎么演变 看来台湾所面对的不是川普一通电话 叶旺辉走一遭台湾形势就此底定 被改变的不只是军事 中国的杀手舰恐怕对准小英即将出访 中美洲三个友邦 尼加拉瓜 瓜地马拉跟萨尔瓦多下手 回忆的是总统府到现在 仍然否认出访行程 为何如此低调 中国对台湾的外交基调跟打压 所有的挖光 挤光 赌光的三光政策 从来没有羞耻过 被编投诉到新台湾加油 他所看到的是 中国与马前总统相比 对蔡英文总统只会变本加厉 绝对不会手软 特别是英川在历史性通话之后 面部消息指称 2006年8月6号 苏贞昌院长代表陈总统 前往非洲参加友邦查德总统 得比连任的就职典礼 情思显示就在当天 中国将与查德建交 并与台湾断交 在苏贞昌启程前22个小时 也就是8月5号提前宣布 台查断交外交关系 查德事件的翻版 在十年之后会再度重演吗 但中国加强施压台湾 还有很多工具 这一场习台的风暴 会是川普所料想中的吗 这使得台湾利益 会是美国最大利益吗 川普不想一想 小英却一定得想一想 来 杨大哥 这是山羽越来丰满楼吗 我要小心你很清楚 今天我们全部都所面对一个 全新未知的未来 原因是因为 美国第四十五人总统 是有史以来 从来没有担任过任何工资的总统 是一个破产过四次的总统 在一个月前才因为诈欺案 赔了人家2500万美金的 那个川普University 他不但是一个所谓商人 他还是一个脱口秀的主持人 到现在为止 我记得上个月 NBC有一个制作人 说川普是最注重收视率的 当时他那个随时接班人 只要做一季 后面第二季要换其他人 他坚持 他每一次都会告诉他 我今天的收视率如何 就是说你没有办法用过去政治人物 那样的判断 他可以到目前为止 美国很多新闻媒体 包括Time Magazine的总编辑都说 他到现在不开记者会的 因为他说 我有一个比纽约时报 读者更多的推特 我的推特有1700万人 在这样子无可谓之的一个美国总统 我们今天小英更需要了解 你要保持弹性 你要保持模糊 在这样的空间当中 我们都知道兵学大师 西方最有名的兵学大师 克罗塞维茨的第一句话 最重要他的战争论里面讲 战争是政治与外交的延长 你怎么看费别人所讲的 当川普想要突破现状 但是我们在维持现状同时 却是中国的大动作 天天好像试图在改变我们的现状 以现在以不变应万变 真的可以承担这一切 即将和带来的一些挑战吗 杨大哥 小军 我不认为川普想维持现状 只要这个改变现状 所以川普就是要改变现状 中国现在也在改变现状 所以我们的危机是 似乎我们天天被改变 台湾怎么因应 台湾对你的是什么 小军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 在现状不但的调整当中 你必须要弹性 必须要模糊 因为模糊才可以弹性 因为弹性你才能转环 内政外交的延场就是战争 这是十八十九世纪 兵权大师 普鲁斯将军 克罗塞维斯讲的 我来讲一个很重要 我觉得今天 包括我们在座每一个人 我们的未来 我们的现在 我们的过去都在台湾 在这种情况之下 台湾我们都希望 它能够维持一个安稳的 平稳的现状 小军你知道 1990年波斯湾战争的时候 当时他们的将领 叫大雄 克 当时大雄就讲一句话 我们所有的军官要去念什么 史瓦斯科夫就说 去念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是2500年前的 第一句话六个字 兵者国之大使 战争是国家非常重要的事情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弹性有了才会模糊 模糊有了才会有转环的空间 现在他常常谈到 1962年10月份的古巴飞弹危机 那几乎要引发世界战争的 那时候美国的超市被他抢购一空 因为很可能引发核子战争 为什么解决了 我们后来危机管理面 所有强调的flexibility 就从那里出来的 我们看到了苏联撤走了 事实上美国也妥协了 美国撤掉土耳其的飞弹 我在你前门撤走古巴的飞弹 你美国也在土耳其撤走 它的核子弹头 这就是一个弹性 但是我们相对来讲 今年刚好是100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 小军 你到现在没有办法想象 第一次大战 这个人类最残酷的战争 就是缺乏弹性 所以1950年的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罗素怎么形容第一次大战 他说人类历史上 最受欢迎的一场战争 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因为双方去动员自己的群众 双方动员自己的老百姓 然后兴高采烈地打一场世界大战 到最后完全没有弹性 一个既没有正当性 也没有必要性的一次大战 在1914年7月28号爆发 然后同时把当时世界四个大帝国 同时摧毁 奥匈帝国不见了 俄罗斯帝国消失了 德意志帝国垮了 俄图曼帝国垮掉了 原因何在 竟然就是因为两边都动员 他们认为战争是一个非常兴奋的 值得骄傲的事情 结果四年下来 整个欧洲崩溃 我觉得今天 兵者国之大事 小英在目前看到一个 准备改变现状的川普 另外一个正准备改变现状的习近平 我们在这里面 更需要保持一个弹性 模糊和转环的空间 当然我也送给小英政府一句话 在二次大战的时候 面临所有的威胁的时候 罗斯福总统讲了一句话 We only feel is feel itself 我们唯一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 所以我们面对这种转变 你不能恐惧 你不能因此就投降 不能因此就下跪 因为恐惧的结果就造成 你没有办法因应任何的情况 你就不会有弹性 你就不会有转滑的空间 最近说国安会秘书长 我们看到国安层级 我们看国安层级相关的CG 国安会秘书吴钊县 最近要赴华府 而美国现在许多的重量级的官员 当叶望归来台一周之后 包括美国的重量级官员 陆陆续续也要访问台湾 这样的一个 从叶望归12月5号来台 12月11号才反美 他才刚刚反美 希腊蕊团队的幕僚薛曼 12月14号又要来了 而吴钊燮最近要皇府 而且访华府的过程当中 据说有吴钊燮 据说还有外交部长李大为 那我们说这样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转列点当中 当台美关系 因为如果共军 那这么频繁的 不管它的架数或者是绕台的这种阵容 是这么庞大的同时 大家会联想是 美台日同谋的关系 势必要更加紧密 可是摆在眼前的事实 台日之间没有军事的同盟相关的规定 包括了美台之间也没有 那这时候美台日是不是应该 所谓紧密的互动 才能够因应这个特殊状况 但是这样的一个国安团队 杨大哥 可以因应现在的状况吗 而这一些的动作又意味着什么 来你怎么看 互动当然总比不动好 但互动的过程当中 更千万不要把别人的善意 就当做永远的美意 他的善意可能建筑在他自己 国家利益之上 我举个例子 我最近一个同学刚好从美国回来 他是Berkeley大学 东亚研究所的研究员 他曾经跟川普的幕僚接触过 或许他代表了一部分的看法 他川普要告诉他很清楚 他是个商人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要买什么武器 你就自己提出来 我们能够卖的 符合你的利益 符合我的利益 就卖给你 但是要我们美国出兵保护的话 这个情况可能性比较小 就说买武器不像以前 可能是塞给你的 现在你可以有一个更大的空间 我想你提到 两千三百五十万人民会问的 如果真的是有军事冲突的话 美国会支援吗 日本会站在什么角色呢 杨大哥 如果真的发生冲突的话 我必须要说 那就是看你的利益 跟他重叠到多少 如果你的利益重叠到 他失去你 就可能第一导演断练 而造成他其他盟邦的溃散 他很可能就会帮助你 我记得如果我没有记得很 这个就是台湾的利益 是美国的利益 到底是在什么 但是现在最大的好处 我平心有论 因为核子武器的发展 造成谁都不敢轻举妄动 美国可以毁掉伊拉克 美国可以毁掉利比亚 美国可以毁掉阿富汗 但美国不敢对金小胖 原因就是因为金小胖 你有核子武器 他没有办法预知这个后果 这也是为什么 伊朗要发展核子武器 原因就是当你有了核子武器 那种后果是到目前为止 没有办法去预见的 所以金小胖的军力坦白上 比不上当年伊拉克海山的军力 但是美国就把你消灭掉 因为刚才张成讲的很清楚 当电站系统 只要你被他摧毁之后 你所有的陆军就是被屠杀了 完全没有战斗的能力 所以我今天特别强调 那个今天叶旺辉来台湾 很多人兴奋 我完全不认识叶旺辉 但是我看他后面的老板 坦白讲 我很担心 大家都很清楚 小布希在美国第42任的总统 43任总统 被评为美国历史上最烂的总统 他不管是伊拉克战争 阿富汗战争 都被评为是为了美国军火商 甚至石油商的利益 到目前为止很清楚 伊拉克根本没有所谓毁灭性的 或生化武器 但是制造了一个假消息给他 毁掉了伊拉克 也造成美军大量损失 而后面的主导者是谁呢 有人就认为是他的副总统 Dick Jennings 而刚好叶旺辉当过他的国安顾问 所以我觉得如果从他过去的背景来讲的话 他也不是讨厌伊拉克 也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对这些对你好的人 我们反而除了感谢之外 情绪要论 你最后的利益是摆在谁那边 最后我特别提醒大家 坦白讲 小军你知道 战争是可以制造的 战争是对许多国家有帮助的 1930年代大萧条 很多人是说因为FDR Frank and D. Roosevelt的新政解决了 其实美国当时整个世界大萧条 是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解决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 你知道小军 后来30年后 英国解密的党案才知道 英国当时非常清楚地告诉德国 说如果发生战争 英国保持中立 然后他又鼓励当时的俄罗斯帝国 直接攻打德意志帝国 因为他希望通过一场战争 毁掉在欧洲崛起的德意志帝国 所以有些人会希望战争 原因是因为透过战争 可能可以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 可以消灭一个潜在的敌人 一次大战英国就是某种程度的背后的操纵者 这是30年后英国解密的党案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在面对战争的过程当中 盯着国之大事 孙子兵法 开宗明的六个字就告诉我们 一定要了解战争这种东西是国家大事 所以小云能够保持弹性 能够在这么多赞美的声音 我们美金 美光跟台湾37年第一次热线 他还是能够保持冷静 这已经符合一个作为国家元首最重要的条件 我也希望在未来 我们两岸交往的过程当中 千万不要冲昏头 他对我好或对我谁坏 不会的 任何一个国家都以自己的利益为第一优先 只要我们的国家利益跟美国合在一起 我们变成一个利益共同体的时候 将来发生军事冲突 就如同1954年签订中美反约条约一样 他就会变成一个盟邦来帮助你 但相对来讲 如果这个利益本身已经没有办法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那他说实在 说牺牲你 就如同1973年的巴黎合约 越南签完合约之后 他认为不需要了 你就被消灭了 非常谢谢杨大哥提醒 你知道摆在眼前的事实 当川普越强硬的同时 中国态度似乎也越强硬 马上告诉你 费边间投书到新台湾家里的内容 但是汪洁明 你看到为什么这么说 环球时报 他怎么说 一个中国的政策不能买卖 川普在外交懵懂的像个小孩 一旦川普公开抛弃一中政策 台海将出现真正的风暴 即使中国没有必要将和平统一 至于用武力收复台湾更优先的位置 你看他特别提到 等于说我的武力收复要优先于所谓的和平统一 他认为川普在外交上的像个懵懂的孩子一样 台海将会出现真正的风暴 从外交到军事当中 这样的发展 来 杰敏你看到什么 我们知道2012年习近平访问美国的时候 说了一句话 他说对美国而言 请你不要再对我说三道四 那在2011年习近平准备 接任中国大主席的时候 说了一句话 没想到经过了四年五年之后 这个欧巴马执政完之后 竟然变成是由川普对于中国说 请你不要对我说三道四 你不要命令我怎么做 我不知道这五年发生什么事情 不过刚才因为讨论到很多军事 我不想要中国对我八号司令 所以这五年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其实是不是这五年让中国做大呢 当然环球日报环球时报说这样的说法 我们绝对可以同意中国一路来都强硬 但是他强硬的对象 到底是对外还是对内呢 我们刚才讨论这么多 我们忘记了一件事情 事实上在2013年到2014年 中国要执行新的所谓五年计划的时候 他们谈到一个关键字 两个字而已 维稳 为什么中国要谈维稳呢 因为他们已经发现到一件事情 中国内部的矛盾正在不断的扩大 前任这个大消息可能大家有注意到 中国一堆人权斗士消失掉 为什么 因为中国在高度经济自由化的时候 他们问了一个问题 我们没有人权吗 我们没有自由吗 我们没有民主吗 中国最大的问题恐怕不是单纯是台湾而已 它内部的问题恐怕更加的在意 都我们讨论这个论点怎么会发生 所以川普当然在这时候他也发现到中国内部当然有这样的矛盾 他所谓的飞机的巡航的时候 最近一个消息是 直接他的幕僚讲一句话 如果中国决定要带核武在这个南太平洋绕一绕去的话 难道我们不能在关岛做所谓的核武定点吗 我用定点对待你的所谓的巡弋飞弹 难道不会发生这样的摩擦吗 中国敢承受这样的风险吗 我在还没有做这个论述之前 有人常会说1996年的飞弹的危机比台湾 当然现在比台湾 现在的状况比1990年的飞弹危机更加的严重 其实我恐怕讲的答案是错的 1996的中国是什么都没有 等我会给大家一个数据 当时它没有进入WTO 当时它是一个封闭的国家 当时的广东地区的这个生产毛纹 几乎连台湾连看都不想看的状况 真正的所谓自由化还有所谓 真正的所谓工业化还没有进入到广东 那时候是1996年的中国虽然没有谈到一穷六百 但肯定它的战斗力量是弱的 但现在中国大陆武力起来的 但不要忘记了 它的债务也在同样的增加 它国内的所谓的公共建设 是经不起一次战争的摧毁 所以外国的认证说 如果中国想要拿沿岸的经济来做一搏的话 恐怕输的是中国 好 不论怎么样 这个川普当然脸上最近 我们上次一个媒体说 这件事只要把它看三天就好 就是三天就消失掉 其实没有 川普不但不是要把它当三天来看 他是持续的讲 继续的讲 讲到什么情况 讲到最近这个 纽约时报也讲了 连美国白宫的欧巴马都说 川普你不要再讲下去 我们来看一下 但是再讲下去 我们做一个预告 你知道吗 为什么在讲下去之后 我们要针对刚刚的图表做一个预告 因为1月10号 当蔡英文总统 如果真的要前往中美洲进行访问 从刚刚的图表里头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总统府到目前为止 都非常非常低调 那到底为什么 这即将所谓的十年前的查德事件 会重演吗 我们马上告诉官人朋友 因为这个危机 不排除即将会登场 这对于台湾来讲是重重一级 我们猜是尼加拉瓜 尼加拉瓜 奥地加的总统的连任就职大典 会不会在十年前的查德的断交事件 会再度重演 等一下我们告诉官人朋友 来 杰米你所带来的其他观点是什么 好 所以等我们来谈查德事件 不过查德当时是因为具有石油的利益 不过这边我们来看 其实关键人物也出来 这是华尔街李茂的 我们说的财务文摘 里面谈到一件事情 事实上现在的状况很清楚的事情是 中国已经非常对于南中海海 非常的积极了 你如果不再用强硬的手段的话 基本上美国是没有办法控制中国的 那台湾就是一个焦点 所以这时候 这个包尔敦就是未来的 这个副国务卿讲一句话说 他现在一定要跟中国 跟台湾发展所外交的关系 因为如果不做的话 那么不要忘记了 这件事情就是柯林顿当时造成 现在川普非常愤怒的事情 在20我们说1996年的中国 其实经济是很糟糕的 但是因为取得了柯林顿的 什么最惠国待遇之后 不得了 他的经济所有的规模 我们就要举个简单例子 当时还没有WTO的时候 他金额只有0.51兆 以下暴增到将近4兆 更可怕的事情是 GDP原本对群众贡献度 只有0.53 以下变成24.8 川普直接说一句话 这就是吃美国人的豆腐 所以川普对柯林的愤怒 已经加注在未来 所谓对一中太多的改变 因为你中国吃了美国 这么多好处的时候 你竟然在南中和国海 造成所谓这么大的波动 这个川普绝对受不了 是被编的投书的最新内容 马上告诉郭众朋友 但是呢 婆婆我想请教的是 这是一个外交包括经贸 跟军事对台湾前所谓的冲击 但是在国内方面呢 我相信郭众朋友 你都已经都意识到 在最近国内许许多多 都是那么挑战着蔡英文 为什么呢 今天我们看到 游美女继续讲话了 她说呢 12月25号 这个法案一定要出委员会 同婚团体就在礼拜六 他们在凯道所举办的 婚姻平权站出来的音乐会当中 你看到有数十组的艺人 齐声来接唱 力挺婚姻平权 另外包括像是蔡依林 包括肖亚轩等重量级的歌手 还录制VCR来相挺 主观当时预估 他们现场至少是有20万人 站出来替自己来发声 但是呢 这样一个态势 怎么会演变成 变成是凯道进行动员呢 由25万人来做决定吗 还是由前些日子的10万人 12万人来做决定呢 还是未来这个议题 由立法委来做决定呢 看这个大现场 听听科博文怎么看 我以为爱一直的商量 想考的心改变了方向 罗美龄深情献唱 力挺婚姻平权 带着具有象征意义的彩虹旗 上百艺人跟民众到凯道 呼吁政府尽速修法 真的爱不会为谁把推移表达 23主歌手轮番上阵演出 炒热现场气氛 更有大咖艺人无法到场 拍摄VCR声援 勇敢去爱的人 应该得到祝福 舞台下人山人海 主办单位统计 至少有20万人 走上街头表达支持 但中正一分局统计 4点左右 现场人数一度达到7.5万人 我十几年来 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多的人 似乎受到气氛感染 也有同志情侣 在游行现场上演求婚惊喜 我跟他刚在一起的时候 就已经有打算说 就是要以结婚为前提的 可是没有想到说 我在这时候跟我求婚 用把爱大声说出来口号 将行动化为力量 盼望早日通过民伐修法 让不同的爱也能见到阳光 来 我请教博文 天大地大重大的变革 大家都知道这是传统的 非常大的一个冲撞 一般如果通过的话 社会的分裂在所难免 可是有人认为这把火 又是民进党 又执政立委自己放的 来 怎么灭火 怎么面对 我向来认为 同性平权 本来就是一件 自然而友善的事情 我觉得最近这段时间 当然有部分达到沟通的作用 但是也有很多 很混乱的讯息 甚至是造假的讯息 甚至是刻意污蔑的讯息 不断地流传 所以让我们觉得非常遗憾 但是我们其实看到 包括很多先进的国家 包括我举一个例子好了 像旧金山 旧金山是一个对同性平权 非常友善的一个城市 可是它宜家宜居 它也没有说因为这样 什么教育就教育得不好 下一代就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这样的一个观念 其实应该慢慢地 可以让所有人能够接受 但是比较遗憾的是说 这个议题在台湾 在没有经过一个充分沟通的情况之下 变成一个对撞的议题 这个议题在台湾 在没有经过一个充分沟通的情况之下 变成一个对撞的议题 那造成似乎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这是完全违背 我们去推动同性平权这样的一个理念 所以我觉得这如果社会上 例如说我今天20万人出来 明天是不是又10万人出来 那这个看到10万人出来 后天是不是又5万人聚集 到后天是不是又6万人聚集 我想台湾社会如果对于同性平权 这样这么友善自然的议题 是用这种对撞对立的方式来进行的话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觉得现阶段是不是大家能够稍稍的 能够稍微冷静理智一下 就是说面对这样一个状况 我觉得如果社会的这个沟通或者是理解还不够的话 那我觉得任何一方去对撞任何一方都会造成很大的一个伤害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 如果现在就立刻要推专法的话 推动这个法律要修法的话 可能就必须要有一个折衷的方式 那如果说现在这个大家认为说还需要再讨论的话 必须要坚持用民法的部分进入这个法律的这个范畴的话 那恐怕这个沟通时间恐怕还需要再拉长 那如果说在没有任何的一个社会比较多数的共识 而是五五波这样的一个激烈对撞的情况之下 其实坦白讲我觉得很遗憾的是说 你就算是社会上有一半人赞成一半人反对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坏事情 但是重点是这一半人赞成一半人反对 已经被炒作成是一种积极对立的一个状况 我觉得这是很不幸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对这个同性平权的运动也是非常非常不公平 所以我认为在这个节骨言 我觉得所有的政治人物也拜托所有政治人物 你也必须冷静 你也不要说这个非要怎么样做不可 或非不怎么样做不可 我相信这个事情如果能够 大家能够再稍稍的理性平和 再做一个充分沟通的话 未来会有一个最圆满的结果 所以12月25号现在游美领 身为民进党不分区立法 她说一定要送出委员会 行政院现在已经不提案了 你可以想今为什么特别强调 我想这样一个议题 对于传统的价值观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对撞 那如果通过一定势必社会分裂的状况之下 人民就会问了 那是由礼拜六的凯盗 25万人做决定吗 还是由下个礼拜 你有25万他也可以动员25万 你动员50万他也动员50万 你100万他也100万 你150万他150万 台湾现在就变成是怎样 2350万 这边有1000万 这边有1000万 你势必一定社会分裂的状况之下 为什么不能够充分的辩论之后 慢慢大家形成共识 甚至很多人认为立委诸功 你们真的可以做决定吗 这样的议题 为什么不能让全民来做决定呢 大家慢慢经过了充分的讨论跟辩论之后 由全民来做决定 不行吗 来听非怎么看 我们现在就是很担心就是说 现在大家把12月26号这个时间 把它放大了 也就是说 因为说我12月26号 我一定要出委员 这样子的一个时间表 变成说 我相信从现在开始到12月26号 可能这每个礼拜 一定会有不断的人开始动员 开始表达自己的立场 没错 可是我觉得一个社会一个国家 不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对立 其实我是支持说 应该坐下来大家好好谈 把一个可以尊重到我们 这个同性婚姻者的权益 一次把它处理好 而且可以包括它的财产权 还有它遗产部分把它处理好 然后不是说在这么快的时间 没有办法讨论清楚的话 有可能引发另外一个不同的一个状况 非常好的点 来杨大哥 为什么这时候要推 为什么要反对公投 由全民来做决定 不行吗 杨大哥 为什么这时候要推 为什么要反对公投 由全民来做决定 不行吗 杨大哥怎么看 我希望今年这个礼拜发行的 时代杂志的那个美国总统的封号 不要放在蔡英文身上 Donald Trump President of the Democratic States of America 美律间分裂国的总统 台湾今天多少问题 大家反省 18%的 目前大家最关心年金改革 川普上选之后外面的政策 你为什么要在台湾这样 把它分成两块 这不是宗教的问题 我是基督徒 有基督徒赞成有反对 我相信今天是50%对50%的代表 他不是基督徒反对 是跨各领域的有这个意见 因为50%赞成 这不是对错的 我要告诉电视机前的朋友 台湾真的是全世界最可爱的地方 两个月前 你知道英国这个全世界最老牌的民主国家 10月20号 英国司法部通过了一个法案 我们在过去对同性恋逮捕的 6万5千人 只要你申请 我们回复你的名誉 各位相不相信 英国这个全世界最老牌的民主国家 它的英伦三岛 最后一个让同性恋 同性恋 还不同性婚姻 除罪化是在1982年的北爱尔兰 它1980年 才除罪化的是苏格兰 它1967年 它的本岛英格兰除罪化 台湾 我举个大家最熟悉的例子 我们最喜欢的白先勇 我们最热爱的舞蹈家林怀明 我们台湾之光李安 拍的不管是 Black at the Mountain 这种全世界风靡的电影 断背山 或是早期的喜宴 包括我最喜欢的作家蒋勋 白先勇写的孽子 就是描写同性恋 蒋勋就专门为 《红楼梦》里面关于同性恋的 做了一本专书 李安对同性恋的两部电影 都是全世界成为台湾之光的 我们从来没有台资过同性恋 台湾今天我还可能告诉一个 各位可能不知道的事情 去年台北市政府 同性婚姻就可以去登记了 我们绝对无法想象 即使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 你知道2011年 欧巴马在11月才宣布 过去在军中因为同性恋 行为不减的退伍 现在改成叫荣誉退伍 行为不减改成荣誉 2011年 像我所说的 到现在美国还有17个州认为 同性婚姻不合法 无法接受南方17个州 我今天意思告诉大家 今天台湾要面临的问题 真的很多 我们今天用这个方式 让本来不同的领域都彼此尊重 像我所说的 李安 白先勇 林怀明 包括我们最熟悉的蒋勋 他们在同性恋的议题上面 提出这么多文学的创作 我们从来没有因为此而 这个人不好 我们看到今天多少人会因为 阿妹 你是同性恋 我不听你的演唱会 蔡依林我不买的唱片 没有 台湾对同性恋 你可以看所有 从10年前 我当时当台北市议员 台北市政府编议算 支持同性恋大游行 我们就看到 没有任何去丢鸡蛋 尊重你 你同性婚姻 也可以到所谓的台北市政府登记 但是如果你因此而修改 所谓的民法 造成一个整个社会制度的 一个重新调整 我认为时间还没有到那么成熟 时间还没有到 就如同我说的 连英国这样老牌的民主国家 今年的10月20号 司法部说 对不起 我们过去抓的那6万5千人 只要你们提出 我们都获得赦免 我刚才讲了电脑学 电脑之父 二次大战的英雄 Allen Turney 这个法叫Turning Law Allen Turney就是在1951年 这个二次大战破解 德国密码造成二次大战提前结束的 这个电脑之父叫Allen Turney 为什么今天英国法叫Turning Law 就是因为他在1951年跟一个同性发生了亲密关系 被逮捕 1952年自杀 也就是台湾没有迫害过任何同性恋 没错 如果今天有说人被霸凌 我坦白讲被霸凌的还包括那个胖的 丑的 台湾霸凌的不是同性恋 他们绝对像我所说的 不管白先勇 林怀明 到这些我们所遵从的艺术家 舞蹈家 文学家 他的作品在台湾每一个都拜读 包括我说的流行歌曲的天后 大家也不会因为同性恋 在目前来讲 我还是说 当时间逐渐的调整 这50%50%彼此获得默契的时候 你就不会变成分裂国家的总统 小英 你才刚上任半年 你又何必让自己陷入一个 彼此对立 彼此可能冲突 彼此可能分裂的议题 太多问题需要你 我请教的是何博文 当费编特别提到 小英必须要面对的形势里头 为什么呢 因为2008年8月6号 苏贞昌代表陈总统启程 非洲参加友邦查德总统的 得比连任的就职大典 情思显示 在当天 中国即将与查德建交 与台湾断交 外交部在苏贞昌 启程前的22小时 也就是8月5号 提早宣布跟查德断交 那他提出的警告是 蔡英文总统1月20号 如果1月10号亲自率团 参加中美洲友邦 尼加拉瓜总统 奥地加的连任就职大典 并且顺访其他三个友邦 他说奥地加从2007年 再任总统到现在 从未回访我国 这在外交惯例上 一属罕见 台语的句话说 今天今天没得到 我在这边的意思也不是说 我们要做第一拥第一拳 不是 面对国际县市国际外交 我们要理性冷静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是一个新的变局 川普他是生意人 所以生意人是 我现在跟你很好 因为你现在可以被我利用 可是当我哪一天发现 你的利用价值不够的时候 我突然翻脸不认人 因为他现在不断地跟中国叫嚣 为了是什么 为了是中国的筹码 也要相对要提高 如果未来中国真的 给人家这些筹码的话 那请问 是 川普会不会马上翻脸 所以我觉得蔡英文 蔡总统 他非常冷静地面对 这样的一个局势非常好 至于出访 我觉得台湾从来 从选前到选后 蔡英文 总统 从来不是所谓的麻烦制造者 我觉得我们该怎么做 该怎么进行友方的出访 我们就进行 我们无需去害怕中国的这样打压 所以莱邦敬 来 查德跟这支飞机的这个 我们说的这个巡回 共军到台 共军的这个巡回 其实都是恶劣的方式 它只会加速台湾人 对中国的讨厌 我们要回来一件事情 如果真的中国把台湾的 所有外交关系全部断掉 台湾当然就自己独立了 因为也没有外交关系了 所以中国不会疑传到这件事情 但是查德那一次是因为 台湾当时因为面对中国 不断地在非洲抢我们邦交 然后你只要哪个地方 他去抢 他恶劣自己 而查德跟我们有石油关系 他也做这种动作 其实是证明中国的遏制 我相信这个拉丁美洲的国家 对台湾也越来越清楚了 中国一直来是口慧而始不至 当时为什么要取得 非洲的外交关系 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要取得中国的原物 要造成它第二个生产中心 所以如果现在 奥地加总统要什么 中国都给他 就像现在杜特利总统 你要的军售 中国也满足他 中国对外也在积极出手的同时 你觉得我们的国安堂位 能够不因应这个最新态势吗 不管去拉拢菲律宾 或者借此奥地加 我统统满足你的需求 真的十年前的查德事件 在这一次的蔡英文出访之前 会不会重演 给台湾重重一几呢 我们持续来关注 也希望不要发生 非常谢谢各位 明天是 谢谢大家